下面一起来关注美国东部地区的消息 纽约市持续有内战时期 南方联盟国留下的公众地标被移走 纽约市长白思豪昨日提出检视方案 计划有系统的钦差室内具有仇恨色彩的地标 受弗吉尼亚州的冲突影响 布朗市社区学院宣布 即日起移走校园内美国名人堂的 南方联盟李将军和杰克森将军的头像 白思豪昨日已宣布 当局会在未来90日检视室内具有仇恨色彩的地标 然后路逐安排钦差 白思豪指出 不单是内战留下具有种族色彩的雕塑会被钦差 涉及国际争议人物的地标 亦是他们的目标 他举例指 法国前总理贝当 因一次世界大战时带领法国战胜德国 而于1931年获纽约市表扬为英雄 名字被刻在曼哈顿下城白老会英雄谷的路上 但到二战时贝当却向德国投降成为法国围棋 为伟政府的元首 不过其名字至今仍留在英雄谷 白思豪表示会趁本次机会将贝当除名 钦差其名牌 对于民间要求Ford Helmington军营内的李将军大盗 以及杰克森将军录一名 白思豪一表示支持 促请军方重新考虑 另外布鲁克林圣公会圣约翰教堂 昨日移除纪念李将军的牌匾 圣公会表示 会把牌匾移送到长岛的档案库内保存 附近居民回应指 认为牌匾是历史一部分 已经放在原地超过百年 并无必要移除 皇后区艺术博物馆改变主意 决定继续租出场地 让以色列官方机构 举行以色列立国70周年活动 1947年11月29日 联合国投票通过 让以色列于第二年立国 当年联合国开会投票的地点 就在皇后区艺术博物馆的主场馆 博物馆方面 原本同意出租场地 让以色列博物馆举办 庆祝以色列国活动 在相同的地方 重演当年联合国开会投票的一幕 但到今年6月 管方却变卦 以活动涉及政治为由 拒绝出租场地 结果被多名民选官员和议员谴责 到昨日 官方发表声明 与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 磋商后最终决定出租场地 让以色列的活动得以继续进行 中城区Furley 由政大楼改建火车站的第二期工程 今日正式动工 纽约州长库默 今日主持动土仪式时 表示工程的总召价 高达16亿元 当中5亿5000万来自州政府 4亿2000万由国家铁路 大都会运输局 港口局和联邦政府共同支付 余下的6亿3000万 则是商界资金 工程预计可以在2020年底 至21年初员工 届时新车站将会成为 宾州车站的延伸部分 AN Track和长岛铁路的路轨和月台 亦会迁出宾州车站 搬进新车站 预计车站面积将会增加5成 另加一个占顶7万平方尺的购物商场 发理邮政大楼改建成火车站的构思 已由国会参议员莫宁汉 于90年代率先提出 库默表示未纪年莫宁汉 新车站将会以他命名 叫做Moneyhan Station 纽约市长初选论坛将于下星期三 8月23日晚上举行 由于民主党5名参选人当中 只有2人达到筹款要求 因此有3人被拒逐门外 有参选人批评寻求连任的白思豪 在任内加入筹款限制 以利用好自己的选情 去年年底白思豪签署新访案 修改选举条例 规定参选人必须各自筹得 并花费最少17万5千元的选举经费 才能参加纽约市竞选 财务委员会官方主办的选举论坛 与其他对手辩论政策 不过今年的5名参选人当中 只有白思豪与前市议员阿巴尼斯 符合有关资格 有3人被拒逐门外 当中包括律师布舒纳 Richard布舒纳指出 4年前的论坛 一共有5人同台辩论 百花齐放 但到本届只剩2人 质疑白思豪在任内修例有政治目的 白思豪的竞选团队回应指 欢迎日后与各方继续讨论 选举论论坛的安排 另外有份参加论坛的阿巴尼斯表示 本届选情陷入闷局缺乏外界关注 希望借此机会能够找到突破点 令更多人认识自己 联邦环境保护局 昨晚在皇后区举行首场居民大会 讲解钦差区内移动该污染化工厂的计划 位于Copper Avenue和Morford Street交界的化工厂 在1920至54年二战前后 曾经为国家生产核武器原料 之后一直荒废至今 目前厂内仍残留核废料 长期辐射超标 到上月环境保护局终于宣布 赤资4000万元 钦差整栋化工厂 移除受污染的建筑废料和泥土 以及协助附近商户永久搬迁 昨晚的居民大会 很多居民都表示 对计划一无所知感到十分彷徨 担心工程会否泄露辐射 影响健康和家中小朋友 希望当局能够如实讲解 工程对社区的影响 环境保护局的居民大会 将会在未来数星期继续进行 曾参与911救灾工作的 前消防员兼维权人士亚历山大 星期一因脑癌逝世 享年43岁 消防制服工会昨日公布 亚历山大的资讯 表示他当年救灾期间 吸引有毒气体 而于2014年确诊患上脑癌 研制星期一过身 亚历山大除了曾亲身救灾外 亦常年为其他911生还者 争取合理补偿 并多次往返华盛顿首都示威 有份成功争取国会立法 设立911受害者补偿基金 并将申请有效年期延长至75年 值得留意的是 亚历山大的父亲韦文 同样是退役消防员 曾参与911救援工作 之后常年患癌 搏斗13年后于去年逝世 中年76岁 纽约市消防局自911事件发生后 已有142名消防员因相关疾病离世 针对刘文健警员安葬之地的 恶意毁坏事件 以及上周一名男子 在布鲁克林的地铁上 向一名他认为是亚裔的女性 发出威胁性的歧视言论之后 纽约市议员陈倩文和顾雅明发表声明 呼吁民众如知道有关刘文健警员 所葬的布鲁克林 反亚裔坟场毁坏事件的线索 请立即举报 在2014年12月 侦探刘文健和他的搭档 侦探拉菲尔拉莫斯被一名枪手 在布鲁克林的巡逻车上枪杀 他后来被安葬在博山墓园 但却在上周遭到种族歧视人士的恶意破坏 现呼吁民众提供有价值线索 线索热线8005778477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条社区新闻 不仅教授中文还开办了数学英语表演和舞蹈班 学习之余还带领孩子们去交友感受生活 给学生们多种多样的选择及体验 当然暑期班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而且我们学校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中文 然后又觉得很多乐趣 不是像平常一样那么辛苦 但今年跟以前往年很大的不同 是今年我们有很多新的项目 学生们真的是除了上课早上学 下午他们有很多才艺方面的学习 你看他是美劳啊什么都有 也有跳舞唱歌演戏 所以我们就希望其实办暑期班最大的目的 除了要让他们学中文 然后也是最重要学我们的礼仪廉子 我们的文化之外 更重要是让他们有一个快乐 很有意义的暑期班 就好 这一句话